今天传来不好的消息 歌神张学友在上海生病了 当然比较明确的是 他的这个公司 演出的主办公司 已经发出官宣 说张学友演唱会 七八九三天的票 演唱会已经取消了 怎么赔偿 怎么处理 正在商议当中 基本上张学友 不仅是这几天 看样子后面的都困难 为什么呢 三月八号 张学友已经飞回香港 网上有各种传言 有说他住进ICU的 挺吓人的 中山医院为此还辟谣 说没有到我们医院来 当然张学友的病情 大家也在猜测 基本上现在的说法 是上呼吸道感染 其实这段时间 上海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63岁的 尤其是靠唱歌为生的人来讲 上呼吸道感染 是比较麻烦的 至少是唱不下去 但是另外也有人说 他是一种叫 什么耳水失痕 就是扭一下脖子 可能都会发晕 那他在浦东的东方体育馆演出 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三面台 三面的观众 每一面去照顾的时候 很容易引起眩晕 那不管什么原因 歌神也60多岁了 连续唱这么多场演出 基本上在上海是要唱三周 接下来是到天津去唱一个月 所以说人家说别说60多岁 30多岁也唱不下来 当然也有人说像谭永宁这样 70多岁的老歌手了 人家唱也是连续开很多场唱歌唱会 那这个身体来讲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不能内比 但是歌神能唱到现在 也确实是蛮拼命的 所以很多人说难道歌神缺钱吗 歌神为什么要唱这么多 要卖这么大的命呢 为资本家干活吗 还是有什么背后的原因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们希望歌神的这个嗓子 能够永保青春 有机会的时候呢 还能够大家亲耳现场 去聆听歌神的演唱